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尽请关注 被起诉叫吃官司,男人好处叫吃回扣,受不了叫吃不消,人人好叫吃得开,两面派叫吃里扒外,情而易举叫小菜一碟 对中国人来说,吃就是生活,生活也离不开吃 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天子代表上天,统领诸侯黎明,而象征着天子权威的东西就是顶 顶不仅象征着王权,还起着镇压国运的作用 传说九个顶分别镇压着九州,然而顶其实就是古代早期的锅,被用来烹饪食物 当外国人用剑,用王冠,用拐杖来象征权威的时候,中国人权威的象征却是一口锅 甚至我们多数传统节日都跟吃有关 春节要吃饺子,元宵要吃汤圆,清明节要吃青团 端午节要吃粽子,中秋节要吃月饼,喇叭要喝喇叭粥 附带着为了吃,中国人还把种菜这项技能也变成了种族天赋 汉王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大戈壁滩上一片荒芜,啥都没有 可这点困难怎么能挡得住汉军对吃的追求 屯田种菜,九三旗,葱三旗,葵三旗,流传到了精致 三国时刘备害怕曹操谋害,到菜园子种菜,韬光养晦 正和下西洋时期,发豆芽喝绿茶,在船上种种菜,小日子滋润无比 而一百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 没有鲜果蔬菜补充维成素,光坏血病就死了好大一批人 到了如今,卢旺达的中国外交官们,实在难以忍受卢旺达高昂的物价 工作闲暇之余就找了遍地种菜,满足了口语的同时,还丰富了生活 而我们在外的维和官兵们,在维和执行任务,守卫地球和平的同时 还从国内带去了各种种子种植蔬菜 在照顾了嘴,安慰了胃的同时,战斗力也是层层地往上涨 毕竟不仅仅空调是战斗力,吃食更是啊 比如,露露跟你讲,我们吃货帝国在南海维护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就是为了种菜,别不信,你看这六亩多菜地,五百多只家禽 将近七十头猪,还建有鱼塘,整个就是一南海农家乐嘛 你们有什么大行小怪的 甚至,咱们中国准备上太空种菜了 这不,为了上太空种菜,都准备建空间站了 把农民送往太空 露露的玩笑话啦 等2020年时,中国的空间站将完成建设 而当2025年时,中国空间站甚至将会成为人类外太空唯一在意的空间站 无论西方老爷们嘴脸是多么的傲慢和自大 想必这一次都将不得不挤破头皮,请求和中国人合作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关注后回复空间站 了解更多中国空间站详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可种植面积的不断减小 终有一日,可供耕种的土地将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 倘若有一天,没有土地给我们种菜了怎么办 虎牛告诉大家,没关系 反正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无土也能种菜的无土栽培 而且其技术成本低,维护手段也并不复杂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从一些个大街小巷的人家里 看到无土栽培真正的降临到我们的生活 那时候,想必我们又将掀起一波种菜热 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 自古以来就讲究以食为天的中国人 对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 甚至经常对不熟悉的东西 第一反应也是,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 争着吃还是炒着吃? 多撒点盐,啼啼味儿,还是加些糖更有口感? 我们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绝对是个顶级的吃货民族 不但追求吃得好,还要吃得妙 从原始社会起,我们的先辈们就整日思考着 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吃饱 而这个问题,直到前些年才交出了一份 堪称完美的大卷 我们的杂交水稻 使中国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而让人惊喜的是 杂交水稻的亩产量并未陷入瓶颈 还在不断翻新 现如今的杂交水稻 即使是在长沙这种生态条件 并不十分完美的情况下 亩产依然超过1000公斤 超级到潜力之大 越来越超乎想象 如此亩产量 如果能大面积推广到1亿亩的话 即使按每亩增产100公斤计算 每年就能增产100亿公斤粮食 足够供给上海和北京这种特大城市 全年的粮食还绰绰有余 这些种菜、种粮食的天赋技能 是自我们的先祖那时起 为了吃饱、为了吃得更好 而发展出来的 为了活下去提高食物利用率 又或者为了吃得更好 什么鸡爪、鸭脖、大肠 经过加工都能变成美味 就算根本没有东西吃 我们也能种出来 这种自强不息的种族天赋 是历经种种历史上的磨难 练就出来的 跟向上天祈祷和靠别人施舍 而不知感恩的人完全是两个概念 露露为自己强大的种族天赋 和灿烂的吃货文化而骄傲 感谢先辈 赞美我们热爱生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不说了 今天的任务是石井小龙虾 压力山大 赶紧完成任务去 闪人 迷彩虎现已推出历史 游戏等视频节目 请在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安装迷彩虎 或关注迷彩虎微信公众号收看 还有每期配乐和往期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